主播说联播,今天我来说 今天的联播播出了一条快讯 说的是7月份我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同比增长了2.8% 物价水平总体上是很平稳的 其实最近几天 7月份的一系列的经济数据 已经是陆陆续续的发布出来了 总体评价也可以用这一个字来形容 那就是稳 当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今天华为公司还正式发布了鸿蒙操作系统 面对打压 华为的表现真的也是非常的稳 咱们这么稳 恐怕有的人坐不稳了 因为最近这两天我看到台湾 有的人居然是振振有词地说 现在大陆人民居然连榨菜都吃不起了 这个消息一出 网友们都乐了 因为这种井底之蛙的心态 真的是让人忍俊不惊 其实我们能笑出来 还是因为我们真的很稳 近来各种事情纷纷扰扰 我相信很多人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 乱是货 稳才是福 才有稳稳的幸福 好了 宵夜的时间到了 要不上点榨菜 要不上点榨菜 感谢观看 د榨菜 观看